我們先從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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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我們從這個國威認識 我們認識很久十幾年了 那我認識你的時候呢 是你在台上 然後在說這個部落格如何改變這個社會 或是這個媒體傳播的這樣一個概念 好那怎麼樣開始 就是為什麼會接觸部落格 然後你覺得那時候他對你來講 他的影響或是什麼 其實在2005年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還在念研究所 所以對於網路傳播這些新興的變化 是非常感興趣 那那時候就看到有一些網路先驅者 就開始寫部落格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訂閱他們的部落格 當時都是都過RSS 一定就訂了幾百幾千個 然後每天都想要把它刷完 有點像現在在刷IG 刷Facebook 刷YouTube那種感覺 當然也刷不完 然後想說 那既然我是學傳播學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當作主題 那如果要把這個當作主題 那我是不是自己應該要來寫 那自己要來寫要寫什麼呢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把我的研究方向 跟我的研究的心得發表在這個部落格上 那當然也會掺杂一些 我看了其他人的部落格 然後有什麼樣的感想 就是有點對話感 那現在如果在YouTube上的話 可能被叫做各種reaction video 但是如果在以前部落格的時候 就是一個trackback 發送一個引用信號 然後就引用對方的部落格的一段呢 然後到自己的文章 那就寫一篇 然後有時候一天寫個五六篇都熱在其中 所以當時就是一邊結合研究生的本業 就是要做研究 要了解這個生態 另外一方面就開始寫部落格 對 所以其實 跟網路媒體的最初的接觸 是因為這樣 你覺得寫部落格這件事情 對於你 就是說它到底影響你什麼 就是它當然一開始只是一個好玩的東西 然後開始寫一點然後研究的東西 但是我的感覺是 它顯然對你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它影響你後來 譬如說包含了工作選擇啊 職壓發展啊等等的事情 基本上是徹徹底底的改變了我的人生 因為老實說以前也沒有那麼 就是說沒有想那麼透徹 說我念傳播之後 我到底出社會可以做什麼 可能會想說我就進主流媒體啊 然後想說可能當個幕前幕後都可能 那時候想像的質疑其實是很狹隘的 事實上也沒有太多想像 但是接觸部落格之後就開始發現 原來那麼簡單就可以在網路上 建立一個網站 然後把自己的內容分享出去 而且隨著這種格式 在當時越來越普及 越來越受歡迎 有很多的活動很多的社群 甚至很多的獎項 都開始關注其部落格 那主流媒體也都把部落格 拿來當作飲用的素材 其實有點像現在YouTube 或者說T-talk這樣 所以當時在這樣的情況下就覺得說 那如果我就認真的來做這件事情 會不會 與其說專職部落客 不如說我可不可能透過寫部落格這件事情 找到更多的機會 就是不是說我去找一份工作 而是讓可能的工作來找我 所以當時開始有這些想像 但其實也還沒有想說我可能要創業啊 或者說可能要更更更全職的做這件事情 但正如你所說 就是因為開始做這件事情 它有點像滾雪球 開始做寫部落格 然後認識了很多人 參與了很多活動 大家就發現說 你是一個蠻有趣的人 然後就會給你一些事情做 可能是有錢的事情 可能是沒錢的事情 然後也有這樣機會知道一些 比較新的一手消息 比如說在那時候我就開始參與 Global Voices 全球之聲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是哈佛大學 Burkman網路社會語研究中心 發起的一個計劃 那當時其實你說一個在台灣的研究生 跟這個哈佛大學的研究計劃 有什麼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因為網路很方便 然後因為它都是用部落格形式 所以我可以很快速的來參與這個計劃 一開始參與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去翻譯它 翻譯 因為有很多台灣人根本就不知道的地方 的地點 然後的人的事情 然後主流媒體也不會報導的觀點 透過全球之聲這個網站 不斷的產生出來 然後他們也非常歡迎大家 去引用他們的內容 他們完全是用CC0的方式在授權 所以說你隨意的引用 CC0就是完全公開了 完全公開 完全免費 有時候是CC by 有時候是CC0 那通常我們就 我那時候就自己在部落格上 除了發表我自己對媒體傳播產業的看法 另外也開始翻譯這個部落格的內容 那翻譯其實這件事情 在現在TrackGPT的時代好像是 沒有什麼必要性這樣子 然後一鍵就翻譯了 可是在當時 特別是它那種有在地脈絡的事情 其實就還蠻需要翻譯的 那我並不是專業的翻譯 但是因為我畢竟念外文系 然後又念傳播 然後因為還行 所以就開始做這件事情 有點像 敏迪選毒20年前 對那也沒有他那麼厲害 但是就開始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漸漸做 就認識了全世界的部落格 來自伊索比亞的 來自肯亞的 來自當然美國日本這些 就是全世界的部落格 突然加進了一個很大的網路 那其實就是眼界就隨著 這樣一個一個小小的事情 開始開闊起來 並不是說我多積極去 擁抱這些機會 而是這些機會在當時 真的就是不斷的爆發出來 OK 然後只要你稍微往前跨一步 你就有機會接觸到這些事情 所以這真的就是我改變人生的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怎麼樣它開始成為 可能的比如工作的項目之一 因為我知道Google Voices 它基本上比較像是 滯空型態的 在全球滯空去翻譯去營運 那但它怎麼樣能夠進入到一個 至少要有有償啦 有報酬 你可以活得下去的 對如果說是 如果說比如說時間快轉一下 那時候我可能會 呃這個做日曆啊 可能會開課啊 對不對 因為畢竟就是我就想像 假設我就是 你就是鳴笛啊 假設我就是那時候的鳴笛 我大概會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需要變現嘛 對 可是那時候因為也是學生 然後沒有想那麼多 那就是很單純的志工一直做 嗯 不過很有趣的是 因為我做了全球資深 所以我後來因為 就是對網路圈就比較熟 所以一開始 呃畢業之後第一份工作 其實就是到網路影音公司 嗯 就IMTV這家公司 IMTV其實就是呃 台灣本土的YouTube 我們可以這樣講 那當然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可是在很早期的時候 他的確流量是很大 而且有非常多早期的這種 我們我們現在可能要給他一個稱呼 就是一個creator 嗯 有很多的創作者 哦在在上面 那我們我當時加入這家公司之後 其實就算是營運社群 因為其實我在 Global Voice 或是在網路部落格圈 其實就是扮演這樣的角色 後來這家公司 其實因為面對YouTube 或是一些國際大公司的競爭 老實說沒辦法持續下去 這很合理 那我就呃這個被fire 哦這個公司也差不多要結束 我就被fire 然後呃在同一時間呢 就很快的找到了下一份工作 那當然也是像我剛才所講的 因為你做這些這些事情 你有點像在網路上留下的 很豐富的履歷 於是很多人會知道你 於是他們就會主動的來找你 想說欸要不要做做看 一起合作一些事情 雖然說那時候只是一個 但是沒什麼沒什麼成績的年輕人 嗯但是我覺得 我一直覺得台灣社會對年輕人 其實還蠻不錯的 只要你願意去表現你自己 然後讓大家看到你 於是就在那時候也很快的獲得了 一個新的機會 就是去蒙古開設一個 蒙古公民媒體 蒙古 對蒙古國 對 呃就是夾在俄羅斯跟 中國 中國之間這個內陸國家 呃面積是我們台灣的40倍大 嗯 人口只有300萬 全國應該就是300萬 然後一半以上的人口 將近150萬集中在烏蘭巴托 他的首都 在這樣的一個地廣人系的國家 那有說 欸跟我所做的事情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當地因為環境的破壞 特別是礦業造成的一些 呃水污染啊 土地污染啊 空氣污染 呃都都一直沒有辦法被外界所關注 好 那他們就很想說透過公民媒體的方式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想要在蒙古 複刻一個local版的在地版的 global voices 那希望蒙古當地人 他們開始寫blog 他們自己的聲音能夠被翻譯出來 到中文世界到英文世界到任何語言的世界 欸那我就發現說欸那我一方面 我有global voices經驗 我有創辦blog網站的經驗 我有營運社群的經驗 或許我就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於是對方給予這個機會的時候 我就接受了 然後就去蒙古 但來來回回來我並不是一直待在蒙古 OK 對其實在蒙古去了 應該是去了六趟 然後每次待大概半個月左右的時間 OK 所以這樣總共總共多久 每次才待半個月啦 其實大部分時間還在台灣 OK 但有時候在台灣是接待蒙古的朋友來 對 所以其實呃這個專案做了將近三年 嗯哼 對 所以蒙古這個公民媒體 這段時間你覺得對於你的影響是什麼 其實就開始驗證說自己 本來是因為興趣或是因為 呃好奇而做的這個 算是傳播與科技的研究 以及實踐 到底有沒有辦法轉變成職雅 嗯 然後就漸漸發現 嗯好像像這樣事情越來越多 然後 而且其實global voices也支持了好幾個類似這樣的計畫 那包括我所做的這個蒙古的計畫 他也支持了全球好多個地方這樣的計畫 因為有很多地方你不能仰賴他本土的部落客 自己成長起來 因為可能因為數位落差的關係 嗯 就是網路不好啊 可能就是因為呃這個大家還沒有部落格社群 沒有接觸到 沒有社群能夠支持 大家沒有興起就是這種創作的欲望 嗯好跟衝動 所以就需要一些push 需要一些中止計畫在當地 那其實呃我蒙古這個計畫有點類似像這樣 嗯 嗯 那所以後來為什麼這個計畫就 哦因為就結束了 因為它就是一個專案 就是三年期 對那三年期結束之後呢就 呃就加入了呃台灣數人文化協會 對 那這其實是呃有我的合夥人呃徐廷耀先生 他呃很早就成立了一個組織 我們就是一群宅男們嗯 創辦了這個組織 這個組織的目的是辦一些活動 辦一些活動 就是網制運動會 青年網制運動會 好那現在講起來其實就像是YouTube Creator的這種活動 對 那呃 就是等於說我們現在我現在在看呃YouTuber的很多的活動 嗯 其實有點就像是 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可是我們規模當然小得多 而且我們呃 帥啊美啊有錢的程度都遠逊於他們 差非常多 對對對 但是其實真的就是一樣的事情 因為你要進行社群其實大概就是透過這些方式 嗯 對然後呃 呃在那時候其實也 呃協會也做了判卡計畫 嗯 就是到偏向去交電腦 好那這也獲得一些企業跟 呃費引力組織基金會的支持 嗯 然後我在我加入協會的時候 大概是2011年 呃2010年底2011年初的時候 那時候是有一個專案叫做 就是要把呃台灣的生物科技生命醫學相關的成就呢 能夠把它呃傳播的更遠 宣傳出去 對那就是一個宣傳案嗯 行銷案 所以我們有 我們已經有既定的一些素材 就是之前的單位他們已經做完 政府的案子 嗯 然後我們就我們我們的任務就是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小的案子 然後我們的任務就是負責把網站架起來 然後把這個已經做好的那個 嗯 放上去 變成部落格文章放上去 這對當時我來說其實非常簡單 哦 因為沒有什麼創作的需求 因為人家已經做完了 我只是要把網站架好就好了 好 那問題就來 嗯 我就給你搞 嗯 我就覺得說 不夠 不夠啊 因為我想要 我想要做大 嗯 我就覺得說不應該只做到這邊 但應該要像我做遊牧率 像我做全球資深 或像我在經營部落格的時候一樣 就是要讓更多人參與啊 讓更多人一起來了解這些科學啊 嗯 那所以呢我就 欸除了把 這個之前做好的內容放上去 也邀請了一些其他人來一起創作 有可能 那包括我的 可能一開始從親朋好友啊 嗯 一些部落格圈的朋友 他們也喜歡科學的 然後還包括自己等等 我們就開始在上面發表文章 好 那想也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嗯 就是你違反那個業主的 標櫃嘛 需求 你完全超越了他的需求嘛 嗯 對他根本不要這件事情 對 你怎麼能夠在政府委託的網站上 做這件事情 做這件事情 他沒有經過審核 我們現在 老實說現在的我就覺得說 太荒謬了 我怎麼當時會做這種事情 嗯 就好像 就就好像假設你是 那個某個行政院的外包團隊 然後你自己在上面隨便寫東西 對 這是根本不合理的事情 對 但是我當時這麼做 嗯 很閒就對了 對 就太閒 太覺得說 對啊 為什麼不這麼做 真的是太誇張 然後 又加上我回報的不夠積極 沒有很早的讓我的業主知道 我幹了這件事情 於是 等到他發現之後 基本上我已經幹了一陣子 嗯 當然並沒有發表什麼 不該發表的東西 對 還是很科學的 沒有任何政治啊 沒有任何 會延上的東西 當時還沒有延上這兩個字 對 都沒有任何有問題的東西 但是基本上就做錯了 我很承認這件事情 那於是這個案子就 這個不了了之 很快我們就趕快把它結案 另外做一個網站 給他們 馬上就是結案這樣子 因為他也不想要再繼續委託我 那當然是完全是我做錯了 然後我其他同事就幫我收爛攤子 這樣子 但是就是這個爛攤子 我們就在想 或許我們繼續做這個爛攤子也不錯啊 哈哈哈哈 那時候為什麼你會 會覺得繼續做這個爛攤子也不錯 是有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啟發 或者是人家給你什麼反饋 有有有 真的說一方面是真的覺得說 真的就沒沒別的事情可以做了 OK 可是你已經做了一個東西 嗯 另外一方面是我們那時候有一些 呃跟中國那邊的 呃 再叫博客圈的交流 他們那邊有科學松鼠會啊 然後呃 我們認識的朋友七十三 好他創辦的科學松鼠會 那就發現跟我們做的事情很類似 那我想說那我們為什麼不能在台灣 做自己的科學松鼠會這樣的 科學的部落格 嗯 社群的社群 那另外也在想說 因為我本來就研究媒體嘛 嗯那雖然我不是科學家 也不是專注於科學傳播 那個時候還不是 但是我的確有觀察到 台灣的科學新聞 呃 基本上品質非常的不好 嗯 那量也非常的少 那這問題來自於第一個 主流媒體並沒有科學記者的編制 嗯 全台灣都沒有 那第二個問題在於說 呃 其實 他就不受歡迎 不受歡迎 嗯 然後一方面是科學家跟記者 這個行業之間存在的幾個衝突 嗯 那科學家要快 啊不 記者要快 那科學家是 是 他沒有辦法那麼斬定截鐵告訴你這些 他的他的 你收 你訪問他的時候 他給你的評論都是好像有一點模擬良可 他不可能很絕對 就是 the possibility is high 對 可能性很高 他會不會呢 there's a possibility 有可能 哈哈 因為科學就是沒有百分之百的事情 嗯 那當然他們有各種說法 比如說most likely 可能是百分之七十五啊 嗯 very likely可能是百分之九十五 他們有這些讓你去 這個判斷的一些方式 但是就是沒有說一定會或不會 那但是記者要的就是很快 然後要下結論 然後要故事性 那科學家 能夠告訴你的是沒有這種 就是都跟這些價值都是違背的 對 所以其實科學界跟新聞媒體界一直有一個衝突 嗯 好那九十九之也造成台灣的科學家 其實不太喜歡接受媒體訪問 嗯 那喜歡接受媒體訪問的可能就 嗯 就是大家現在 嗯 甚至可能有一些人就是 偽裝的科學家 嗯 就是他其實並不是在這個領域 他可能還是科學家沒錯 可是他可能不是這個領域真正專業的那個人 嗯 或或不是這個議題最適合的那個人 可是沒辦法 我科學要講求 我新聞要講求時效性啊 如果只能在當時找到這個人 他甚至可能只是因為名嘴 嗯 他甚至可能只是就是我們現在講的KOL 意見領袖 甚至是網紅 那他就得提供意見 反正就是你採訪到任何願意受訪的人 他能夠講出你到 對他他能夠講出一些東西 我們只是需要一些聲音嘛 只是需要一些畫面 那老實說兩方都辛苦了 嗯 沒有哪一方我認為要負完全的責任 是 那我們在那時候就想說 那既然台灣也有這樣科學媒體的窘境 然後呃也有部落格 以及看到中國 以及當然還有國外 嗯 這些科學部落格社群的崛起 然後越來越多的科學家 開始能夠放下心防 透過部落格的方式來分享他們看到的科學界 以及他們自己研究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說那 為什麼台灣不能有呢 嗯 所以我們那時候因為這幾個事情的刺激 加上那個案子搞砸 嗯 留下的爛探子 綜合起來 煮出了一鍋石頭湯 OK 這個石頭湯喔 那後來呢 我們直接快轉好了 他就變成了這個全台灣最大的 這個科學媒體網站 泛科學 泛科學一開始就叫泛科學嗎 嗯 對他一開始叫泛科學 怎麼取這個名字啊 因為我們原本有個計畫叫胖卡 對 P-U-N-C-A-R 是 那胖卡就是麵包車的意思 嗯 然後我就跟挺要在想說 那我們這個網站要叫什麼名字 那我們就胖科學 胖科學怪怪的吧 不太合理吧 因為想說 可是 因為大家那時候對我們的印象就是胖卡 嗯 那 還是要有一點聲音像吧 好 那就 改個字啊 P-A-N好 P-A-N-S-E-I 然後就有點故意 諧音就棒賽這樣子 你們這樣好中二啊 那時候就年輕人啊 你也是啊 對不對 那時候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OK 對啊 所以就做了一個泛科學 嗯 好那 泛科學一開始你們有什麼 比如說你們的 你們有什麼目標嗎 或是你們想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或是有設定一些 那些可能終止啊 使命啊等等 一開始其實都沒有的 嗯 一開始覺得說這件事情很好玩 然後我們本來就是blog全出來 對 就覺得 哇這些消息為什麼 這個大家都這個 沒有辦法在其他地方看到 嗯 那而且我們在開始透過blog分享的時候 大家都還蠻有興趣的 那同時間因為Facebook的崛起 Facebook很缺好內容 嗯 知識性的內容 大家那時候都在偷菜 好 所以我們就 把內容丟上Facebook Facebook自己的演算法會幫我們傳播 所以我們就很快的 得獲得一定的流量 嗯 我想馬力歐肯定記得 那段時間可能從2011年到20131415 嗯 所以晚到15吧 嗯 我們可能有70%以上的流量都來自於Facebook 嗯 但是這個場景當然呃 熔景已經不在嘛 對 但是其實也還是要感謝那段時間Facebook 給我們的流量加持啊 嗯 才有辦法讓飯科學快速的獲得大家的關注 嗯 你覺得飯科學在那個時候 嗯 除了社群媒體的的加成之外 還有什麼是你覺得特別有意思的事情 然後到現在看起來你們覺得 欸現在回想起來的確你們做對了某些事情 欸好 我覺得這個問題超難的 因為我自己跟Ricky討論過很多次 Ricky是我們合夥人 也是2012年就加入我們公司的總經理 那我們曾討論這件事情 那我們的結論是 我們沒有做對什麼事情 嗯 你們沒有做對什麼事情 對 這麼 這麼謙虛嗎 我們就是很單純的被 整個時事選中的一個 侥幸的一個群人 好 那有沒有什麼事 比如說某一個事件 某一個文章 比如說我舉例好了 對 那大家大概也都可以想像的到 呃 2014年3月18號 這個318學運這件事情 對於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當然我們在那個之前 就已經有一些聲量了 但是 這個事件 因為年輕人他需要有更多發聲的管道 對 那在當時 比較傳統的媒體可能有 但是沒有像我們 或是其他的網路媒體 這麼大幅度的 提供這樣的平台去宣傳 當然Facebook也可以 那時候Facebook已經起來了 嗯 但是 還是不太一樣 那時候感覺是這樣子 喔 對 所以我不知道你 這種關鍵性的 對關鍵性的轉折啊 事件啊 事件啊 議題啊 關鍵集團總是要問關鍵這樣子 喔 我自己還真的覺得沒有欸 真的嗎 對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很多 我們當然會有一些 比如說流量暴漲的時刻 對 但是我 我自己覺得那就是 那時候演算法的青睞 嗯 現在回想起來 也沒有說 是因為我們那個東西就 特別的 什麼做特別好 又或者說 特別投入了很多很多資源 做這件事情 我譬如說 以關鍵評論網 那時候 318那個學院 譬如說你們可能 有很多這個 就整個都轉轉在投入這個議題上面 嗯 但我們我們沒有啊 嗯 對啊 那你說我們例行性的諾貝爾獎 搞笑諾貝爾獎 或是一些專題 我們有真的很大規模在投入嗎 其實沒有 嗯 可能是因為我們一直都沒有獲得 怎麼講 我們一直不是主流媒體 嗯 我所謂主流媒體上 也不是一定要講新聞台啊 或是三立動森這些事情 我是說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很niche的媒體 嗯 垂直性的媒體 所以我們不太 除非今天 譬如說 今天突然疫情 嗯 譬如說三年前疫情 好我們的確在疫情這一波 也獲得了很多流量 對 那但是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就是會發生的事情 嗯 又或者說 嗯 就就今年好了 八月 超導體 嗯 韩國士文超導體 對 那當然我們也有一波很大的流量 對 但是我覺得那個不算是我們真的 嗯 額外做什麼 但沒有人會預期這件事情 對 就這件事就是一個事件而已 對 OK 所以我不是謙虛 我只是真的覺得說 我們就是 被Facebook 當時很大的鼓勵 OK 好 那 什麼時候你們 就是說 回頭看 應該有一些什麼時候你們覺得 欸這東西真的 欸這東西真的 這個市場是 是存在的 然後的確你們 嗯 吸引到了一定程度的讀者 然後 我們常常自己這樣催眠自己 啊 對對對 因為這市場非常非常小 OK 驚人的小 哈哈哈 驚人的小是多驚人 就 其實我們看到各式各樣的評估啦 好 比如說我聽過 嗯 嗯 有業內的 業內我所說的就是那種 嗯 比如說國家第一頻道啊 對 或者說BBC 或是Discovery這些大咖 然後去衡量說一個 一個人口 一個國家 或一個市場人口 大概會有多少比例的人群 會對這種 科普 那些內容有興趣 那大概不會就是 2%到10%之間 2%到10%之間 對啊 OK 非常的少 嗯 所以等於 即便到現在你們也 覺得差不多就是 我認為這個其實是不太會增加的 OK 對 為什麼 因為 有太多有趣的事情在發生了 嗯哼 對啊 有那麼多的手遊 OK 有那麼多的啦啦隊 有那麼多好看的東西 OK 好 美酒對不對 在在吸引大家 是是是是 所以 關鍵評論網底下那麼多網站 這大家為什麼 就是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競爭嘛 嗯哼 那有那麼多Netflix 我覺得其實 這個社會關注這個主題人就那麼多 嗯 那我們 你說我們想要擴大所有人都關注這些事情嗎 其實我們一直都不想 我們想要做的就是 社會當中要維持一個穩定的 比如說2%到10%的話 我希望這個台灣社會盡量是在10% 嗯 不要在2%這樣子 嗯 不要在2% OK 對我希望是這樣 就是當社會有一個穩定的一群人 他是有科學素養 他是更有理性的思辨的能力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社會就會健康 OK 所以我不希望 我沒有期待說整個社會 我要做到100% 沒有沒有 嗯 我們我們我們做10年 你們超過我們的時間 但13年 對我們我們10年來 我自己的想法是 我覺得台灣的媒體越來越多 然後我對於讀者的判斷 或者說對於國際新聞 就單講國際新聞好了 的興趣我覺得是越來越廣 就可能是我自己的錯覺 但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子 這個有啦 對 那你就是那以你的角度 以你的專業來講 你覺得在科學傳播 科學知識來講 2%到10% 你自己覺得有越來越廣 或是你是比較樂觀 在看這件事情嗎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現在因為大家做的內容 有越做越好 那包括我們自己 所以我覺得整個 我們收到的feedback 特別是過去這兩年 我們認真在做youtube 我們收到feedback的確是 非常非常好 那但是同時我們也發現 有很多很不科學的東西 也獲得了很高的注意力 有可能 所以其實就像你剛才講的 國際新聞是一樣 我相信大家對於國際的 地緣政治啊 這些情勢 可能有越來越關注 但是 好的 然後我相信好的內容 肯定有被更多的看到 但是同時間 我也相信 大家 有很多人也在消費更大量 其實很糟糕的內容 所以其實綜合來說 我不太確定 現在在往什麼方向發展 就是說 我會相信 科學傳播 老實說你說 台灣 肯定還可以做更好 我們並沒有說做到 極致什麼的 我覺得 而且我們有很多夥伴 其他做科學傳播的夥伴 都在不同的方向上 越做越好 那我們也看到 國際上有很多 超級厲害的 這個youtube上的科學創作者 然後他們獲得成功 甚至我們的百倍千倍以上 所以其實肯定還有方方 呃 還有面向是我們還沒有探索到的 只是 怎麼講 就是說我覺得如果說 一直只是談論科學的話 呃 是不夠的 嗯 所以這也是我們現在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要如何把我們的方法學 提供給更多人 而不是說就我們做好 嗯 OK 所以這個 呃方法學 我知道你之前有一本書 就是在講這些知識傳播的一些方法嘛 那 包含了九宮格 然後還有其他的一些種種種種種的 這整個方法 如果 稍微概略上的跟大家解釋的話 你們 你們的方法會是什麼呢 呃如果 因為其實那本書主要還是在 文章成 文章階段的 文章傳播的 寫作的方式 對對對那方法學那個時候 創作出來的 嗯 2018吧 2018嗎我都忘記了 所以那個是 因為我是我需要採訪你 所以我看 哎太太厲害了 我那個一邊喝酒還能做那麼多事情 絕無盡有 那個是 呃 blog時代 嗯 網站時代的時候的方法學 那到現在其實又有 當然需要再更新了 那所以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從 策題 嗯 就是選題目 然後到 呃 製作到後續的擴散 那其實都要有 有效率的方式 那 我們希望這些效率的方式 它能夠被抽取出來一些 概念 嗯 概念能夠變成工具 工具能夠 提交呃 呃成 就甚至變成一個系統 讓更多人能夠來利用 嗯 所以這其實是我們現在希望 更更著力去做的事情 OK 好那 對啦 你講的沒錯啦 文字這件事情相對來講 現在 琢磨的人稍微 不是那麼主流啦 他也不是很多人想要做的事情 那 現在當然很多人在做就是 現在 這個 你也在做的 這YouTube 或是像我們在做Podcast這件事情 所以以你們現在在做YouTube 做了這兩年 呃 你們做了不只兩年 你們做了非常久 我可以查得到是好像是2008 2009 頻道成立超久的 對 一開始網站 剛成立 對然後 後來也有一些動畫 科學大爆炸 這樣子的 的東西 那其實我覺得也也不錯 就是有 有很好的東西 有很好的東西 但是也有一些可能反應沒有那麼 那麼熱絡 對 但到這兩年我覺得 相信大家聽眾 或是可能有在看的人都會知道 欸 泛科學的內容很不一樣 即便是 本來你們就已經在做的東西 但是他的受眾跟吸引到的人 的數量變得非常非常的廣 你覺得你們做了什麼事情 或是你們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有什麼方法 我覺得其實 呃 就像我剛才說 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 就是寫 呃 以泛科學網站為主體 搭配Facebook營運的時候呢 我們獲得了很多人的幫助 嗯 這些優秀的創作者 或是科學家本人 他們願意在我們網站上發表內容 那我覺得其實是 讓我到現在都很感動的事情 然後有那麼多的讀者 網友們 願意跟我們回饋 喔 那當然我們並沒有像 像你們這種爆發性的 嗯 的事件 但是我覺得他就是不斷的累積 給了我們很多力量 讓我們覺得說這個 算是 收拾爛攤子 煮出來的石頭湯 對不對 他他竟然是 呃 煮得不錯 對對對他竟然是可以繼續煮下去的 而且越煮越好吃 是 當然不是都是我們自己的功能 那到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卡在那個典範 嗯 我們在網站加 Facebook這個典範之下 活得還蠻舒適的 嗯 公司沒有 沒有說 呃 像關鍵評論網這樣一下子擴大 我們也沒有去併購 但是我們 嗯 就是 覺得說自己做的還行 嗯 但是 很快的 就是氣候變遷嘛 我們社群媒體就氣候變遷啊 對 好突然來個極端 極端 Facebook變了 極端天氣事件 突然演算法來改一下 那 而且就發現 欸原來不是 不是因為我們做的好 嗯 你們有做好 不是因為我們 不是 我知道我們有努力做一些事情 然後加上大家的協助 可是當 你看他演算法一改 我們就發現 不是我們做的好啊 是他讓我們活著啊 嗯 所以你就突然發現說 就像人類一樣 欸不是我們很厲害 是萬物之靈 是地球讓我們活著 嗯 那 這時候當然就會警覺嘛 所以他開始要做一些調適嘛 所以我們就強化我們的SEO 那要希望能夠在社群媒體 特別是Facebook帶來的流量 越來越少的情況之下 能夠 嗯 SEO能夠強化嘛 那到現在 Facebook能夠帶給飯科學流量 可能從 七八十趴 嗯 到現在三趴五趴 嗯 但是我們的流量沒有下降太多 是 那就要靠 Google大神 靠其他的外部流量 好 那但是那你就有點困在這邊了 嗯 因為我們就一直在這個典範底下 所以我們其實沒有花時間 認真的去研究YouTube 我很記得在 理科太太 呃她剛創紅的那一年 她不是很短時間就獲得百萬訂閱嗎 對 那時候在PTT上有一個討論 嗯 就說 為什麼 飯科學沒有辦法像理科太太 哦 這是一個很 不錯的討論 這也很好的問題 對 不是我去發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對 但是 我自己看到這個討論 我一方面就是在 很慚愧 嗯 就說這個問題應該是我要自己先問我自己的 對 但結果是別人幫我問 嗯 而且 底下留言 當然其實也 就就是說啊可能班科學 呃就是說啊都是寫文章的 就是說有一些 不是那麼有意義的意見 但也有一些有意義的意見 嗯 就覺得說對啊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像理科太太 嗯 為什麼我們那麼忽視YouTube 對 YouTube就在那邊而且很多人就已經很成功了 為什麼我們自自命為說是善用社群媒體的一家公司 嗯 卻一直沒有好好的去把YouTube經營起來 嗯 那同樣就你所說我們YouTube頻道很早就建立了 對 但是我們並沒有用如同現在這樣子的認真的程度 在看待它 嗯 因此它就怎麼講 表現普普 嗯 當然現在看的確是這個樣子啊 可是我覺得此一時彼此嘛 如果回到 你看它應該是18年的時候串紅的 對 但是 你們那個時候 就已經做很多科學傳播的東西 只是沒有一個 譬如說 嗯 YouTuber這樣概念的人 在那邊 或者是網紅概念的人 在那邊 嗯 你覺得這是 就這個差別嗎 還是有什麼你們不夠的地方呢 其實有 其實就是過去這兩年我們學到太多東西了 嗯 以至於 以至於我有時候不知道該怎麼說 就是說 哦 原來 是有那麼多事情是可以去改善 嗯 對 那我相信你在做關鍵評論網 嗯 一定也都會每天開會啊 然後各組啊 然後 看流量啊 看分析 我想我們做網站的時候也有 嗯 我們做Facebook的時候 做IG也都會看這些事情 對 但是只有到做YouTube的時候 我才真正的覺得我們看得夠細 嗯 而且是真正的用科學的方式在 在調整我們的內容 OK所以你覺得那個最大的轉變是什麼 就是 就是我們懂得看數據 你們之前沒有看 我們之前 沒有真正看懂 嗯 然後沒有辦法真正根據那個數據 數據去做調整 就很像你假設你是今天 經營一家工廠 嗯 然後你發現你的產線 的東西 品質不太好 嗯 或者說 我們說量率不夠好 OK 那如果你是台積電的這個工程師專家 你一定會去研究 那你就會獲得這些數據 然後你就去改善它 嗯 可是之前我們看數據的時候是 比如說啊 流量今天高今天低 嗯 那所以我們就判斷什麼啊 那我們要多做一點 什麼熱門的題目啊 然後看一下關鍵字啊什麼 就那時候看的很粗 嗯 以現在的角度來看 會覺得那時候看的真的很粗 OK 然後每天雖然好像都有在看數據 但是 就只是看而已 就只是看而已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真正的 對症下藥 你沒有真正有策略性的去做一些 行動 OK 那我覺得那時候也 就是說過去這兩年 一方面在學習 一方面覺得很快樂 一方面也覺得很慚愧 嗯 嗯 就是說 呃 我太晚發現這件事情 嗯 然後 呃 但是我覺得現在也不晚 我覺得現在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覺得說 現在可以有這樣子的機會 把我們學到最新的事情 跟更多人分享 好我們剛剛講這個 YouTube的數據喔 就是說 後來看的比較細 那 所以到底多細 就這兩年 你們到底看出了什麼東西 可以分享的呢 其實 有建議YouTube應該都知道 他有一個很好的後台 就是YouTube Studio 那 Facebook或IG或其他社群媒體 當然也都有他們的後台 但是我想 呃 Facebook跟IG這件 因為改版的關係 呃 呃 改的蠻不好用的 然後 他所能提供的數據點 其實也 怎麼講呢 跟YouTube比起來 老實說是很少 嗯 那YouTube的後台 他 能夠提供的數據點 老實說幾百幾千個 嗯 也因此 我們會發現 喔原來你可以從這些角度 進來看這些事情 那 就很像科學家做實驗 你會發現 比如說某些物質 它的溶解率 溶解速度 溶解後的形狀 然後你可以判斷說 這種是要算什麼物質 嗯 你加溫度的話 它溶解速度會不會變快 還是說它會直接蒸發還是什麼 好 你就開始可以做 在上面做一些實驗 嗯 因為它有很細的數據 就好像一個科學家 他做實驗的時候 有 他他已經很詳實的 記錄了整個過程 也因此 他知道接下來 如果他要改變一些狀態的時候 他知道怎麼去挑 所以有什麼例子嗎 就是你們那時候看到了 什麼樣的數據 然後 呃 我們主要都會講說 三個數字 嗯 就是事前事中事後 嗯 然後呃 事前就是 點進來 嗯 事中就是看下去 事後就是站起來 嗯 站的站是那個比站的 OK 對 就像是你去一家餐廳 或說你路過一個商店街 嗯 然後有一家餐廳的服務生 或是就是在服務員呃 店員在門口招攬客人 那他可能就很熱情 發送衛生紙 發送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被吸引 你就進去 那是 那是 或者說他放在外面的菜單 嗯 很誘人 對 或者說一些模型 嗯 也就進去 那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封面 嗯 封面跟標題 那封面跟標題 要怎麼判他做的好呢 他就是有所謂的曝光點閱率 嗯 那這期YouTube他就很明明白白的在 後台告訴你曝光點閱率 那這家店要有生意 一開始這個曝光點閱率一定要夠高 嗯 可是能太高嗎 太高可能又代表說怎樣 你完全是熟客 OK 就是看到就會進來 根本就是特地來的 OK 就是只有百分之百熟客 嗯 那就代表你的客人太少 嗯 所以你怎樣叫做 夠好的曝光點閱率 這個其實就需要數據來 夠多的數據來協助你判斷 嗯 好 那如果一個顧客 客人進來這家店吃東西 點了一個套餐開始吃了 他剩多少菜 的確是這個老闆 或這個廚師他應該要去觀察 對 如果說這個客人哇 剩一大堆 嗯 那就關心一下是不好吃 口味不符 還是什麼 湯裡有蟑螂嗎 還是這樣 誰知道 對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這個影片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嗯 那他後台就很明確的告訴你 這個人看到哪裡 離開 哪些地方高起來 哪些地方低下來 然後 然後 30秒的 劉存 去看率 嗯 然後到幾分鐘之後 劉存多少% 嗯 這就像那盤菜 或說那個套餐 他吃了多少 剩下多少 幾%你都可以看得一清而出 當然 他不會告訴你是哪個人啊 因為這都違反 各自法 對 他告訴你的是所有的人 嗯 那再來就是什麼 就是最後他有沒有 因為你的影片而訂閱 嗯 開啟小鈴鐺 留言 甚至加入會員 OK 甚至打賞 那這些就是行動 就很像你去餐廳之後 你會打卡 打卡 你願意去按那個五星 對 你願意去Google Map 幫他留一個評論 嗯 或是填一下那個那個那個 意見單之類的 對啊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子 那 除了這三個數據之外 因為你都要看不同的rate 各種不同的百分比 那你要知道說 我現在講你要知道 並不是在說教 或者說 對我當時的自己 就說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怎麼樣的數據 是5號還是10號 嗯 怎麼樣的 這樣的頻道是10號還是15號 是要續看40%還是50%好 還是30%好 流量到多少時候 我要怎麼知道說 這樣的數據到底好還是不好 我要怎麼判斷說 我要更努力 加把勁做這個事情 還是沒有這樣夠了 我要努力別的方向 我照經營YouTube的時候 我才知道 原來我可以做出 那麼細膩的判斷 嗯 我才知道我可以如何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因為我在之前經營內容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判斷這些事情 我只能說 嗯這篇文章表現很好 嗯 哇這個貼文表現很好 可是我要怎麼知道 我下一次能不能follow 一樣的好 嗯 然後我哪些地方已經夠好了 我不用再 再改善它了 你做多久 就你們做多久 開始 開始慢慢有這種觀察跟理解呢 大概一開始 呃就是去上YouTube的課 嗯哼 然後他們 呃 YouTube提供的所有教程 我們全部看完 OK 然後加上 呃YouTube的 呃Partner Manager 嗯 來幫我們分析我們的YouTube頻道 OK 然後還加上看了 呃無無無 不知道怎麼 就無數的 其他的YouTuber 做的 就是這種教學或見解 嗯 然後還有一些線上課 付費都有 嗯 大概半年 OK 開始知道說 我們大概要這樣做 OK 然後當然也是邊做邊 嗯 在在學的過程當中已經在做 嗯 但是 好 呃 如果回去看這件事情的話 20 我剛剛講嘛 離開大概2018年 然後PT上有人在問這個問題 但是 聽起來好像又隔了一段時間 嗯 你們才開始 那那個時候 為什麼會 下定決心覺得 要投入 來做這件事情呢 其實也是一個契機啦 嗯 就是我們大概在2021年 2022年的時候 開始跟YouTube有合作 嗯 其實我們那時候 就是幫他們辦活動而已 嗯 因為他們想要在台灣培訓更多的 創作者 嗯 為什麼找你們呢 因為我們 比較 忠厚老師 蛤 如果你找很大咖的YouTuber OK 他是哪理你啊 對 啊我們不夠大咖 嗯 可是我們又辦活動的經驗 對 我們做的內容又不偷不搶 是 絕對不會有什麼問題 對 那我們也有教學的經驗 我們都有 嗯 所以 就合作 嗯 然後那時候就 幫他們辦活動 我們自己就在上這些活動 嗯 就說欸 哦 就你知道嗎 原來是這樣 我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OK 然後對他們來說就很正常 很稀鬆不講 我突然進入了那個世界 就好像歡迎進入八旗領域 你知道嗎 火鳳寮圓感 這樣 哦原來這些百萬 或這些你說李克塞 他們都知道這些事情 嗯 而我不知道 嗯 突然開竅了 原來他們都知道這些事情 當然也不一定啊 有些人真正就是 天聖天養 嗯 很難講 練武器材 對練武器材 但是 我我我的 據我了解 他們大部分都知道這些事情 嗯 那 因為我不知道 好問題來了 那我 既然知道了 我是不是開始 該做一些改變 嗯 那就在2022年初 我們就下定決心 整個公司 把重心轉移 嗯 我Facebook貼文我 不再重視他的流量 因為我本來是 我們也是看數據啊 還會是看數據啊 看Facebook啊 看IG啊 看網站流量啊 這都看啊 然後我就 我們就下定決心說 我們不看了 嗯 我們只看YouTube 那當 創辦人或老闆的重心轉移 那同事們其實都很優秀 嗯 他們就會往這方面轉 因為原本就是我們逼著他們 去看這些 既有 而且其實不夠精準的數字 嗯 那就看不出來什麼東西 那我們當開始 重心轉移 而且有上足夠的課 之後我覺得我們就 一起開竅 嗯 做到現在兩年 快兩年了 就是認真 認真開始看這件事情 快兩年 那 把這些重心全部都轉到YouTube 當然效果現在看得非常明顯 就是是很好的 有任何你覺得會擔心 或是焦慮的地方嗎 如果說焦慮的話 我覺得還好 因為呃第一個大家可能會想說 那哪一天YouTube演算法又改了 然後就像Facebook一樣 你們又被拋棄嗎 我在YouTube的世界 我會發現這個問題好像 我比較有掌控性 嗯 嗯 因為它比較透明 就像我剛才講 它的數據點比較多 而且我比較知道如何看數據 我比較不太擔心說它的演算法改 然後我會完全抓不住這個多 嗯 這是第一個 它其實從我們兩年前到現在 它已經改很多了 嗯 那時候上了課到現在可能很多事情 弱了 又完全不一樣了 對 包括短音 包括很多很多格式AI 那接下來都要一直出來 那所以其實我現在是覺得說 只要我們能夠一直保持學習的 這樣的一個心態 比較這個焦慮是比較小 嗯 那另外一方面其實YouTube它也只是一個 其中一個平台 它雖然現在是台灣最大最多人使用的 嗯 包括影音平台也是社群平台 對 但是它也只是一個平台 我們現在會利用在YouTube上學到的東西 嗯 再用在別的平台上 嗯 包括在YouTube上學到的東西 我可以反過的再用到Facebook上 嗯 再用到IG上 當然你說這平台都不一樣 沒錯 但是 嗯 老實說現在有點大同小異 嗯 因為趨同演化 大家都在想說如何讓使用者在 嗯 平台上待越長的時間越好 所以其實 你大致掌握它的邏輯 你是可以用同一套方式去優化其他地方的表現 嗯 對 所以如果說是這個憂慮的話 我覺得並沒有那麼高 嗯 那我覺得比較大的憂慮是 台灣整體的內容 在台灣人的消費比例中到底能不能再提高 嗯 因為其實就上上禮拜吧 YouTube辦那個Media Partner的活動 那現場上有頒獎給一些 呃 表現很優秀的頻道 對 那一些主流媒體啊 好 那 現場也有公佈一些數據 那實際上看到的數據就是 台灣人消費越來越多 呃 YouTube上的內容 好 花的時間也越來越長 但是這裡面 增加的比例 其實大部分都來自於國外的內容 嗯 就台灣人看越來越多的國外內容 YouTube的內容 OK 好 那 這就代表說 我們台灣自己的內容的競爭力其實還不夠 嗯 所以我認為這是第一個要突破的 那第二個我們也發現一個機會 就是 那既然是這樣 那其實我們可以 我們還我們這個市場還可以再擴大 第二個就是海外的人也同樣一樣 海外的市場包括 呃東南亞 呃日韓 美國他們也看越來越多的台灣內容 這也很有趣 嗯 而且他們的我們說這個CPM比較高嘛 就是每千次不光廣告主願意出價的價格 OK 很高啊 是我們台灣的三倍五倍啊 好 所以說其實 這其實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 而且現在因為AI的關係 你有更多的方式能夠 呃擴張你的市場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概是我們接下來 一方面焦慮一方面 也覺得是機會的事情 所以其實 內容繼續好好的經營 然後 還是有很多其他的機會 聽起來剛剛那個很大一個機會 就是 往其他地方去嘛 就是做的內容 不一定只有台灣人可以看而已 嗯 而且 我們也可以去參考 台灣人喜歡看的海外內容 到底是哪裡做的好 嗯 就是說YouTube它其實是一個平等的平台 它並不會特別優待海外的內容 然後讓台灣人看 嗯 而是說 因為既然台灣人的確看那麼多海外內容 那我們如何去學習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它就 創造了一個平等競爭的空間 OK 並不是說 比如說假設今天是 我們以前說電影好了 然後電影院 它就是優先要放 給好萊塢放 嗯 好 那個好萊塢大片 可是YouTube沒有這種問題啊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的出發點是平等 OK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本地的市場 或是海外的市場 我覺得都是值得追求 好 那剛剛講了很多喔 都是包含了飯科 然後包含了YouTube經營 現在這個成為一個知名YouTuber的一個歷程的故事喔 那你自己怎麼看你自己啊 就是說你再做一個知識傳播 可是你你研究所是念知識傳播 研究所是做念傳播沒錯 但是電訊傳播研究所 綁手嘛喔 然後但這個在之前是外文喔 但在更之前 我知道你我看過你一些訪談 你就提到說其實你從很喜歡科學到後來變成你只想要做文科這些事情 想要避開科學 對避開科學 胃口被打壞那種感覺 這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歷程可以跟我們分享一把 就完整就這樣子一個故事呢 很多人都會好奇說為什麼鄭國威在做科學傳播 為什麼鄭國威在做飯科學 這個從13年前到現在都有人在好奇 那隨著做久了大家就反而反過來好奇說 鄭國威原來你不是科學念科學 原來你不是所謂自然科學或工程科學的專業背景 我覺得其實這蠻有趣的 那所以我常用我自己的案例來跟學生 從小學生到大學生 我都會跟他們分享說 其實人生的記憶很難想像 我小時候就跟許多小朋友一樣都很喜歡科學 然後我看馬蓋仙 看當時叫做小叮噹的哆啦A夢 然後都覺得說我以後想要成為太空人 想要成為科學家 發明家 我讀很多科學家的傳記 超喜歡的 那小學成績也不錯 到國中突然一落千丈 然後被 那時候也沒有意會到那個叫天涯式教育啦 因為那時候就是 大家都這樣子 都是這樣被教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判斷 然後什麼分好班壞班那種 就覺得很自然 本來就是要這樣子 那可是當時的確是 對於學習的胃口被打壞了 嗯 然後雖然後來有學會考試的技巧 而把成績搞好 然後讓自己考上這個還不錯的高中 嗯 那台中一中這樣子 但是胃口一直是壞的 而且特別對於數理科 就覺得說我被折磨太久了 我不想要再接觸這些知識了 討厭這些知識 為什麼那時候到底 什麼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因為我考試成績不好 嗯 所以我就作弊 OK 我就篡改成績單 然後做一個很驕傲的一個學生 當時我是一個很驕傲的人 就覺得說我應該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啊 我不應該成績那麼差 可是我實際上成績那麼差 我不想面對這些事情 所以我就去作弊 嗯 那作弊做久了就會被折磨 那被折磨那是更羞辱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說這件事情 非常的折磨人 即使說我後來習得了考試的技巧 但是強調我是習得考試的技巧 我並沒有喜歡上這些科目 我還是很討厭 嗯 我就覺得說我才不要再接觸這些事情 這些東西跟我未來人生一點關係都沒有 有沒有什麼 雖然很mine 但有沒有什麼考試 你覺得那個考試的技巧是 是什麼 比如說數理科 隨便講 就是任何你覺得那個技巧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就像人工智慧一樣耶 他們現在用很多的大數據很多的數據 比如說 這個GPT4啊 嗯 用了幾千幾億個節點這樣子 那我覺得其實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嗯 就是因為你 你說寫久了 寫久了 寫久了就會了 寫久了 然後你完全把自己放空了 嗯 對 然後你知道你所要交代的就是成績 嗯 你只是要讓大人們放心 讓他們覺得說 嗯 這個孩子 嗯 有在認真啊 有在聽話這樣 沒有入企圖 對對對 ok 好那所以 台中一中然後 嗯 所以這樣台中一中之後 雖然是一個 所謂的第一志願學校 嗯 但其實我就 不太認真念書啊 嗯 上學 早上幾點半到校 有時候遲到 然後書包放在 最後一排 然後就離開教室了 然後就隔壁的 水利大樓打撞球 或者看人家打撞球 反正就沒有認真 嗯 買漫畫 之類的 好 那 靠著就是臨時抱佛腳 最後還是考上了一個 外語系 嗯 那你知道為什麼要考外語系呢 就盡量避開 數理 跟數理有關的 能避多遠就避多遠 對 那外語系應該不會有了吧 真的沒有 嗯 可是就是在那時候我開始 又重新恢復了學習的熱情 嗯 就是 上大學真的就是 那接下來就是自己的人生 你也是成年人了嘛 然後你也遠離家裡了 所以就發現說 嗯 這個想不想學習 真的就是自己的事情 你說會不會像大學生一樣 還是有俏課啊 還是有 沒念書還是會有 但是其實 開始療癒了 開始修復了原本 對於學習的 一些想法 然後到大三大四 開始覺得說 嗯 其實我還蠻想繼續學 但是我想學什麼的 嗯 的確有小時候就還蠻喜歡 說故事的 嗯 也蠻喜歡 呃 這個更加講話吧 嗯 所以 那我 那就進入傳播媒條了 那我就想 我就考傳播媒條 那 研究所就去 補習 嗯 然後就認真念書 那時候就開始重新覺得說 欸我有個目標 自己想要念的時候 其實是念的起來 所以就去 呃 報考了幾間研究所 然後最後就念了 中正大學的電訊傳播研究所 嗯 然後在電訊傳播研究所的時候 就念的超級超級認真 OK 我現在 就是說我在 呃 國中 就是 填鴉式教育那段時間 也是念的很認真 嗯 可是那段時間的我並不喜歡學習 我在研究所的時期念書超認真 而且那段時間我超喜歡學習 研究所的讀書我覺得 念過研究所的朋友應該 都知道 我不確定因為 我們社會科學跟理科 可能差距還蠻遠 嗯 很多人可能念社會科學很簡單 什麼但是的確 對我當時來說也是很難的 因為我畢竟不是念傳播 本科的 嗯 然後很多社會學啊 很多那些理論其實我是沒有學過的 然後也有統計學 就是說數理 某方面一點點又開始回來 可是那時候真的念的很開心 然後 老師們 發的所有的原文的paper 我都是 完完整整全部讀完 好 那很多同學他們會辦讀書會啊 什麼的 我有時候有參加 但是我就是可以 一些人分一些 要不然真的念不完 嗯 一堂課回來就是 我現在 比厚厚的 就是說 大家看不到 就是 就是一個手機那麼厚 這樣子 手機 手機長 高度 那麼厚的 paper 然後你下禮下禮拜要念完 嗯 我就真的把它念完 我就真的不睡覺 我就把它念完 我那時候覺得好開心喔 對啊 嗯 但是就在這過程當中發現說 很多社會科學裡面啊 真的就是科學 如果說你 過去的像我 就是我 因為我已經放棄科學 放棄數學 放棄太久了 所以以至於說其實 還真的有很多基礎不會 嗯 可是因為 開始變成是一個主動學習者 開始知道說其實 現在的不會 並不代表我永遠都不會 而且 其實我自己是有興趣的 那時候的學習的態度 跟學習的成果 就完全不一樣 嗯 所以漸漸的就把這些 再學回來 當然我並沒有 我並不會成為 因為這樣成為一個科學家 但是我開始不怕這些知識 嗯 然後也發現說很多 自己關心的社會議題裡面 都有科學 像是環品啊 嗯 像是 人員啊 像是各式各樣的政策 其實你 撥開到最後其實都是科學 如果說我一直 排斥科學的話 我永遠沒有辦法接觸到這些知識的核心 這些社會議題的核心 最開始能夠 重新的去 接觸這些知識 我也覺得非常的 開心 嗯 ok 從填壓到後來主動學習 那當然 自己填自己 呵呵 對到現在自己填自己 到後來 把這些知識 就是分享給更多的人 從十幾年前開始做 不管是部落格也好 或者是 翻科學也好 我覺得都是 在這樣的過程 但是 你自己有小孩 嗯 國一 國一 就是剛好要進入到你之前 對 開始被填壓 痛苦期 對 怎麼樣 你覺得要怎麼樣避免他痛苦呢 首先第一個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的教育的確跟我那時候已經不太一樣了 所以 呃一方面環境已經變化了 已經沒有那麼填壓 第二方面我也不是 就我也經歷過這一段了 所以我其實我從我女兒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跟她講我自己的故事 然後讓她知道說其實 呃爸爸不需要你 感覺到痛苦 嗯 然後也不需要你為了成績的去作弊 那些數字對我一點意義都沒有 那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喜歡學習這件事情 嗯 因為你的人生還很長 所以其實很多人可能會有一些想像說 那鄭國威會不會給他孩子什麼 嗯 英才教育啊 天天看翻課的youtube 對 一定要怎樣怎樣怎樣 沒有欸 OK 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保持學習的 嗯 興趣 好奇心 只要他想要去學 嗯 那就讓他去學 OK 對他不想學 嗯 那他就 嗯 就不想學 沒有任何一點點 就是 輕輕推一下 會告訴他就是說未來世界大概會變什麼樣子 嗯 那他我覺得其實小孩自己會去想 說嗯 如果我未來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大概得把什麼東西學好 嗯 然後什麼樣基礎的標準是要達到的 OK 但是不會是說 要求分數 就是說分數對我不重要 嗯 那我覺得當 因為其實分數對小孩也不重要 OK 對分數是因為大人重要所以才會對小孩重要 Yeah 所以這是一個很 我覺得 我現在想到一個很很很有點瑣碎的問題 但反正就是 看到自己的爸爸是一個現在的YouTuber 做一個國中生 的感覺是什麼 他 還好 他還蠻適應的 就跟 你知道就小時候你看到你爸是一個主播那種 對對對 感覺 然後我就 我覺得突然這樣的話大概會 轉身異世界 那但是因為其實就 就一直在身邊啊 所以其實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對 對他來說就很 一般 然後只是說 他會發現他爸爸可能會在他國小時候去學校演講 可能他國中的時候回去他學校演講 可能他高中的時候回去他高中在 甚至到他大學研究所可能都會到他學校演講 這可能是一個他必須要接受的事情 因為學校可能會發現 OK 然後他就會說 啊那個鄭凱怡我們找你爸爸演講 喔好啊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作為 傳播 學習到現在 然後 你怎麼樣 有一種方法 或是你自己怎麼看自己 即便到我們現在這年紀了 我覺得我們還是很努力的想要學更多 或是去吸收更多 你覺得 對於你 有沒有什麼可以給大家一些想法 或你自己在做的某些學習的方式 會是什麼 我覺得好像我們早期在寫blog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種很快樂的感覺 那時候也是一邊輸出一邊輸入 因為你會看到很多國外有興趣的事情 然後就把它分享出來 然後就輸出寫作 然後就發現說 那時候文筆越來越好 然後 因為掌握那個網路世界的那個人際的氛圍感 那我覺得 如果能夠一直鼓勵自己輸出的話 我覺得不管你未來要做什麼職業 我覺得都是好的 嗯 那我自己現在做這份事情 其實 大家可能覺得說 你趁閨變youtuber 是不是整天的工作都在做youtuber 沒有 就是 因為你現在有一個工作方法 你知道它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了 所以你反而是可以按部就班的 你可以安排 去做更多的事情 嗯 呃 youtuber的確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但是其實嗯更多的 就是同事們才承擔很多事情 嗯 對 嗯 我但是我覺得一直保持輸出的習慣 或是說給讓自己的工作 有一部分就是要一直輸出 我覺得是好 不管說你未來從事的是什麼職業 因為你一直在輸出的過程中 你就會去消化你每天輸入的東西 然後你輸入的那些東西就會 品質就變好 嗯 就好像假設你今天就是一個廚師 OK 你就每天就是要上菜給客人吃 而且你要你要客人吃的不要拉肚子 嗯 而且你要讓他吃的很滿意 那你自然而然你就會去看待 認真看待你每天進的貨 嗯 然後你每天的廚房會不會生 yeah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會提高你自己的生活 的的的的深度跟廣度 很多人會就是 就是這樣持續抓去的時候 會有一種枯竭的問題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我要持續輸出 然後怎麼樣 或者說我的感覺是 我沒有啦 那我的感覺是你可能也沒有 但是你覺得怎麼樣 避免這種可能性 就是會有 我覺得枯竭是絕對有可能的 嗯 但一樣用廚師的比喻來說 好的 就是說 你會 菜煮的煮的發現說 欸你沒有進貨欸 你沒有東西煮欸 那你開始切自己的手指 把自己頭髮丟進去炒啊 那不行啊對不對 所以其實 我覺得枯竭大概就是遇到這樣的情況 嗯 那我覺得掌握這個輸入跟輸出的平衡 就是每個人在這過程當中 就會自然 自然找到那個平衡 嗯 所以其實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OK 有時候反而是為什麼會突然失去平衡 可能是因為 呃可能 可能你就 突然需求量增加很多嘛 好 但真的不會嗎 就是 作為 就是在YouTube 或是我們在做網路媒體的時候 嗯 那個數字起起伏伏 真的不會 被影響嗎 就是 就是說對 我覺得其實 不是很多YouTuber都會有憂鬱的傾向嗎 對 那我完全理解 因為其實 我們寫blog寫那麼久 我們以前就看那個小小的stat 放在那個blog的下面 看那個數字 欸加一咧 又加二了好高興喔 多少人來這樣子 對對對 有幾個反客 有幾個chat pack 以前我們就看這些數字啊 其實我們早就一直在這樣的這個環境當中了 嗯 所以其實我完全理解很多的創作者 他們會因為這個數字而 嗯 心情起起伏伏 那我也曾經被搞得起起伏伏的的的 呃很嚴重 但是其實 我覺得反而就是到現在你更加了解那個數字是怎麼來的 你就不會把它當結果 那我覺得這就像我以前 國中的時候考試 我那時候只在乎那個數字 嗯 我不在乎它怎麼來的 所以我就去作弊 我只要那個數字就好 嗯 但是等到我念研究所的時候 或是說我現在對我小孩的態度 就是說那個數字怎麼來的 那過程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我現在知道那個過程是什麼 那如果數字不好看 我就去改變過程就好了 嗯 我不用去作弊改那個數字啊 因為那個數字要是必須要是貨真價實的 嗯就像客人他滿意用餐之後 滿意的表情 呃這個留下的五星必須要是貨真價實的 如果你是因為他這個結帳網之後 你送他那個一箱Johnny Walker 然後他才願意對不對 那那就是假的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 現在就是因為我知道那個過程是怎麼來的 嗯 那很多人會 就是因為他不知道那個過程 那當你掌握那個過程 掌握那個方法學之後 我覺得像這樣的焦慮跟憂鬱 其實會大幅的降低 OK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開心喔 謝謝國威來馬六平你喝一杯 那國威是認識很久的朋友了 然後到現在從看他寫博物格 到成立犯科學 到現在做YouTube 很多很多的嘗試 呃非常的有趣 那他今天也跟我們分享了非常多的內容喔 除了怎麼樣做知識的傳播之外 還有我覺得很大一塊 可能大家會聽得非常開心的 就是喔原來YouTube有這些種種種種的嘗試 而且是很科學的一種做法 然後到最後你會比較抽離的去看待這些事情 因為你做完了所有你該做的事情 那剩下就只是一個結果而已 好那今天非常開心 謝謝國威 謝謝 謝謝